《溝片語大片》 歡迎大家看《溝片語大片》 又是我方村榮 今天會講Sleeping Beauty 這個講義好像叫《色迷睡美人》 據聞好像在看城拿了某些獎 究竟是什麼獎 具體的量如何都不太記得 女主角也是上次我們曾經一集廣告的 《天璣戰》的女主角 那套戲究竟是說什麼呢 那套戲最主要是沒有劇情可言 可能我講一講都講完所有的 不如簡單地作為一個簡介說少少 我猜是在大概Sleeping Lee 因為裡面都沒有什麼交代 但我發現裡面的女生身處的位置不像美國 因為裡面有很多唐人 可能是加拿大 但我猜應該是在Sleeping Lee 或是澳洲或是紐西蘭的地方 因為這套戲的導演是澳洲的女導演 她之前拍過一個鋼琴別戀 所以可能她會用回自己的家鄉做舞台 有一個女生做多份兼職 她是寄人離下 老母是一個淤酒者 裡面又沒有什麼交代她老母和她的關係 大家可以猜到她是因為她老母的一些惡行離開了 住了在朋友家裡 但她又要去做牛造馬 代言不好 又要給朋友點 要塗廁 每天都要為他們還錢 還有去供那層樓 所以她就新添那個邏輯 有時又可能出賣肉體 去酒吧裡 去識有一些有錢的商人 是想著拿一筆錢 可以做一些生活費 之後她就似乎去見一份身 一些比較奇怪的工作 有很多錢的 但有幾奇怪的內容 那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當初第一次去做 就是要脫衣服 穿著一些胸圍 都奇怪的 因為在做這份工作之前 又要被點上 那些男人和女人很奇怪的 正常見公就是問你 究竟想做這份工作為什麼 你的志願是什麼 那些 但這份工作又不同 你不用說什麼 他就是不斷檢查你的身體 究竟符不符合黃金比例 那些皮膚夠不夠滑 那份工作 原來就是幫那些老男人 遞餐本 有一間古色古香的 有錢人的屋 那些老男人 那些有錢人就坐在那裡 那些女生就穿了性感內衣 就是要幫我們遞餐 那還不僅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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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的重要 很奇怪的 都幾有趣的 就是 裡面其中一個劇情來的 就是 他們要將自己的嘴唇 塗成自己陰唇的顏色 都幾有心的一個 就是好像將自己的 最私密的一個部位 都要坦蕩蕩地給別人看 完全是沒有所謂的尊嚴可言 但另一方面 這個女生似乎是一個 穩定的男朋友 是一個隱君子來的 他周不時都去見她 而似乎那個隱君子的生活費 都是那個女生給的 但是 再之後的劇情發展就是 那份工作原來還有第二階段 這樣賺的錢都是更多一倍 應該這樣 但是要做些什麼 你不清楚 你就是要吃一匙藥 那你吃了藥之後 你就會分為兩小時 或者一整大半天 那你中間發生的事情 不知道 但是不用理會 總之我就會保障你了 你的下體 就不會被人強侵 總之這個就是你的最安全 就是可以和你包補你 就不會被人弄了 但是你又會昏迷 但是你又有很可觀的一筆錢 大家聽到這裏就知道 好像是有些問題 就是什麼工來的 但是這個女生最終接受了 整套戲就是這樣發展 裡面當中沒有什麼大起大落的劇情 這套戲其實就是 導演用了一種 可以這樣說是來自於一個 很出名的劇作家 布萊希特的一個手法 一個戲劇的處理手法 叫間尼效果 而去拍攝這部電影 可能大家開始去看這套 《色迷水美人》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習慣 因為很奇怪地 你會發覺裡面 那些人是很呆板 它的鏡頭都是特意地 是一些很冷淡 還有一些很經常看到 一些很沒什麼 雕對過的一些鏡頭 整套戲都是取自然音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不把影像 去比以日常的生活狀況 其實是相似的 不像一些娛樂化的電影 即是加入了 Soundtrack 或者一些特意效果 這一種可以說 是類似布萊希特的離間效果 所謂的離間效果是什麼 最主要是布萊希特 將自己歸納為非阿里士多德式的戲劇 什麼叫非阿里士多德式的戲劇 首先要弄清楚 什麼叫阿里士多德式的戲劇 阿里士多德式的戲劇 究竟是什麼 最主要來說 就是每個角色都會站著一個 所謂的處理的一個立場 然後整個故事就會以它為中心而去推進 而且它最主要就是要將自己 情緒化地去表現整個劇情本身 而這樣會令到觀眾很快 進入一種認同性的一個投入感 其實這件事好像突然間說得很抽離 好像很抽象 但我舉一些具體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會看什麼 《家好月圓》 那些無記電視劇會咬下切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已經將你的感情 投入了在那個角色 好像那些什麼關谷英 或者是黃祖南 《真鏟》的時候好像你也有份真 你看到那個奸角刀眼刀鼻 你也認輸到他很多眼刀鼻 你也好像覺得他殺了你媽媽 或者你爸爸 這一種完全是一種投入感 一種疑情 就是將你的情緒完全是投放在這個角色 布羅希特的間尼效果 或者密身化的處理 就是將整個電影或者戲劇 其實他本身是戲劇 就是盡量地避免出現認同感 可能他會用一些 一種反戲劇的方法去處理整個劇情 就是演員可能會用一些 比較疏淡的或者一些冷酷的 甚至乎是一些背中角 就不是情緒化地去閱讀這個劇本 而是這個可能好像背書 去連續劇本 如果激進來表達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可以令到觀眾 跟這個角色之間 是產生了一個拉遠的關係 突然間說拉遠是怎樣 當然不是一種物理性的拉遠 而是其實就是說 這也是涉及到人的某些認識結構 或者是一種鮮艷性的一些能力 因為如果我們去說某些藝術品的形式 究竟哪些為之合格的藝術品 其實最終都是要尋找 其實正正就是去考究人的那個認知結構 因為如果你說究竟那個電影片段 究竟運走得好不好 或者是否出到一個意思出來 最主要是透過你的觀察 以及根據的人的認識 因為電影怎樣成為一個序事體 最主要都是透過人的 本身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能力 一種綜合的能力 才可以令到那些散修修的片段 竟然可以連成一個劇情出來 我想電影化的 如果將鑑尼效果放在電影裡面 就是將裡面的影像 因為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麼說 一種無限的 是一個序列 如果你當它是一個時間的流行體 你可以當第一幅影像是A 第二幅影像是B 可能A就是 B就等於B加A 或者C就等於A加B加C 鑑尼效果可能就是 將第一影像和第二影像之間 斷裂關係 可以令觀眾的綜合能力 產生了一些問題 不可能很混帳地 將那個影像 可以 B加C的先天地 已經綜合好 而這樣做可以令到 觀眾出現了一種驚奇 這個驚奇不是月經的驚奇 是那個驚雅 可能來自柏拉圖的一個古老的名言 哲學來自 或者思考是來自於驚雅 但這種驚雅必須有一個建基 就是一種熟悉的場面 所以其實劇場和電影是很適合去 去營造成一種驚雅感 當觀眾看到一些很密 日常生活發生的事 但當中突然出現一些很奇怪的 好像有異於日常的事情發生 觀眾就會產生一種思考 因為導演透過鑑尼效果去拍這部電影 其實最主要不是要我們去透過這個女主角 去認識劇情所做的舞台 然後進行批判 而是直接地要批判女主角 因為整部電影和我之前上一集說的 《日本昆蟲記碼》是很相似的 導演希望透過一些低下階層 不可以自知說那種是一種低下階層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是過著 比較有錢的年輕人都可能會過著 這麼離難的生活 而是透過一些可能 一些所謂的社會認爲問題現象的人物 去交代整個問題 究竟問題在哪裏 而整部電影最經典的音樂 或者最重要的音樂 似乎已經是結局那裏 結果裏面女主角突然之間驚叫 她發覺到原來她終於知道 失去那幾個小時 即那個昏迷時間 她發覺到原來內容就是這樣 之後她都非常吃驚 因為裏面可能導演都是有心去交代這個問題 就是女主角因為她昏迷了發生這件事 即發生那些事的時候 只好她在形式上參與這件事 因為她在整個工作發生的時候 她喝了那些昏迷藥之後 她的意識已經分碎了 她都沒有參與那份工作的具體內容 她只好形式地參與 那究竟整件事關不關事 她有沒有負責任 整件事她有沒有負責任 即是說她是否活該 因為她根本自己自願去做這份工作 所以你也是有份去做 或者這個惡果其實你也是有份去承擔 其實正正就是 因為整套戲都會說到 女主角是自願地交出自己身體 我們如果用一種傳統古典的道德價值觀 去批判女主角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好像有不多有效 因為她正正正是有一種衝突 就是整個社會本身出現了一種問題 令到女主角被迫地要選擇 一種生存方式去過活 但問題是 但有別於一種犬儀的看法 即是整個價值觀失效 那怎算好呢 不知就好像卡馬那樣說 其實這個世界是荒謬的 因為當人的價值觀 去看回這個世界 就發覺到初五年年 你的因果律去配合這個社會 你自己好像自願其說 但其實很多時候也解釋不到 所以就會產生一種荒謬 那怎樣呢 唯一辦法是只可以不斷搬石頭 唯一戰勝這種方法 就是不知不斷做事 或者是就這樣繼續生活下去 就是這樣就可以戰勝到所謂的方法 但他這種看法其實建基什麼呢 就是可能所謂的道理觀 只不過或者一些傳統的所謂一年前的哲學 哲學加速提出的價值 什麼人意道德 全部都是一些無用的東西 但其實應該是反過來的 應該就是 其實導演是想我們 為什麼要用這個鑑尼的效果 而吸出這個現象給我們看 就是到底我們怎樣可以 我們怎樣可以在這個失效價值觀的世界裏面 創造這個價值出來 而一個正正就跟 這個可以做一個引經句點 就是可以類似於 Malcolm X的一種說法 因為Malcolm X 就是一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 在黑人民權運動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 因為那時候 黑人就是活在一個 被扮欺壓的社會警方 他們是要被Brick過著賣毒粉 或者出賣自己色上的上扯偷生 但Malcolm X也說了一句話 在這個跟這部電影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他就說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世界和地球 你要生存的話 你要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生存 你是需要自己去 你如果有一個目的 你要成為一個有尊嚴的人 成為一個所謂真正的人 你就首先要做到 為求這個建立的目的而不擇手段 這樣說好像很邪惡 但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一個自由的行動的主體的話 你應該是不可以受這些客觀的事物 所困死的 譬如你如果你是因為有尊嚴的人 而去行線 這其實是一種條件性 你不是一個自由去服從自己的道德觀 或者去創造自己的價值的一個行動 你只不過是服從其他客觀的因素 才去做的一個行動 那麼 Milkamex 也說過 就說 一個真正的人 一個真正的 一個黑人運動的一個人 參與黑人運動的人 就是不應該去欺負一些人 去給予一些權力 而相反地 你是會做一些為了自己而去行動的事物 這是一個所謂的 如何自在去到一個自為的狀態 因為可能 如果當你去求一些人 給予我們所謂的民主派的人士 其實當他參與一些代議制去選舉 他好像是幫我們去爭取一些東西 他講到自己去行動的爭取 其實你想清楚 其實他只不過是在求政府 去欺負一些價值回來 因為他首先前提就是要 承認了整個有問題的代議制是有效 而他要參與這個有效的代議制 首先他也要 假設政府是高過一級 他才可以 以一種認為法律是有效的方法 去求政府給予一些權力 但是 如果你真的 說真的你可以 正如這個Milko Mix所說 可以用一種 更加另一種面向去處理這些問題 如果你真的想有那種東西存在的話 今天不知怎麽說 說一下又說到這些廢話 今天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好 是 劉軍 劉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